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烧友 你们好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盖弧圈和正所谓防弧圈的一些技术环节 在盖弧圈的时候 因为这个球拉过来很转 然后我们正交在不同的位置可以防可以盖 这个球一定要自己去调节 看这个球的高和低 如果低的时候 这个手一定要拿低一点 把这个球尽量的这样捂上台 这个球打过去非常沉 如果球如果高的话呢 我们可以板形拿的高一点 打在球的上边这样 让这个有一种感觉就是要打在这个往下边 往往上面打 这个球就会就能上 如果你要感觉它打台的上面 这个球基本上都会出台 都会出界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现在先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防球的这个点 一定要找起点 不能等球太高的时候 这个球就不好防了 一定要找这个球的起点 尤其是这个时候防直线会非常变 再来一个 现在呢 再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反盖 这个球反盖的时候呢 如果球慢的时候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等一下 把这个球捅到最高点 然后去发力 然后去发力 打这个球 提线 可以让对手呢 发弯球拉过来 这样自己这样 用单球呢 多球这样就可以去训练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正手防弧圈和打弧圈上有更多的进步 对手防弧圈上有更多的进步